郭振英被爆出有一早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夫人李嘉芬来当副手 也让政坛呢再度讨论起侯涵之间的微妙关系 先前两人同台的时候啊 侯友宜为了要拉近这个韩国瑜的椅子 这个画面呢让人家非常的印象深刻 而韩国瑜在全代会上和侯友宜的拥抱也被视为大和解 不过呢后来传出的备案说 再加上呢李嘉芬被点名和郭台铭搭档 外界也好奇啊 韩国瑜是不是真心力挺 侯友宜 侯友宜挪椅子到底把韩国瑜拉近还是拉远了呢 小细节倒进侯寒四年新节 也让全代会上的这个拥抱多了更多解释空间 本以为723韩国瑜排除外南道场和侯友宜合体 是象征深蓝和韩粉正式归队 但一周后马上爆出韩国瑜私下建议朱立伦 要是侯友宜九月民调没起色必须有备案 如今侯友宜选情好转 又有地方派系点名夫人李嘉芬搭档郭台铭 甚至传出郭阵营最早的考量 其实是韩国瑜本人 韩国瑜挺侯友宜是真情还是假意 政坛开始出现阴谋论 韩半赶紧发声明澄清 子虚无有李嘉芬目前全心专注于教育与公益 要外界别传播不实讯息 只是韩国瑜洞见观瞻 登高一壶就能左右战局 他自然的资质能量很高 即使是他的妇人交分解出来还是一样 虽然是会打了一些折扣 但是还是会有非常多的韩本 会去支持他的中生的韩本 大概80万至100万之间 他让他往哪边走 他我们会跟着一起走 绝对不会受少数干扰因素的影响 我们共同为了这样的一个大目标 当中央在很团结 就怕已经归队的蓝军在分裂 即使潮天交控风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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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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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